你知道吗,世界上最重要应用最广泛的电脑系统之一,同时也是挑战微软霸主地位的存在,它不是苹果写的,不是微软做的,而是一个大学生在宿舍里写出来的,没错,它就是Linux,一个几乎不依赖商业广告和代言,完全由全球极客和工程师共同打造的开源巨作,却能挑战微软王座的存在。 故事要从1991年说起,那时候微软的Windows已经逐渐走向主流,而在学术圈和高端电脑里大家用的是UNIX,UNIX是一个性能强大但成本高昂的操作系统,不仅需要购买许可证,还多依赖大型企业提供支持和维护。 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UNIX就像是一辆法拉利,帅气是帅气,但你买不起也修不起。 就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有一个年轻人叫林纳斯·托瓦兹,他对电脑充满好奇,但他用的却是一个功能有限的MINIX系统。 MINIX是安德鲁·汤尼猫姆教授为教学设计的系统,主要是给学生了解操作系统原理。 但问题是这个系统太简陋,很多功能都缺失,根本满足不了林纳斯的折腾欲望。 更重要的是,MINIX虽然可以免费用于教学,但如果想做商业用途就必须付费。 对于一个热爱自由痴迷技术的年轻人来说,这种限制让他非常不舒服。 他追求的不是一个能用的系统,而是一个完全开放没有束缚的系统。 于是他心想,既然买不起UNIX,用的MINIX又无法满足需求,那我干脆自己动手写一个操作系统吧。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疯狂,一个大学生想自己写一个操作系统。 但事实就是这样,林纳斯就真的在1991年开始了这场挑战。 一开始,他只是想做一个能在家里用的小玩意儿,能让自己用电脑更方便。 比如能访问硬盘能跑一些程序,能和UNIX差不多。 结果没想到他的代码越写越多,功能越做越全。 最后变成了一个真正能跑起来的操作系统雏形。 1991年8月,林纳斯在网络发布邮件,宣布自己正在开发一个自由的操作系统项目。 大家好,我正在做一个自由的操作系统项目。 仅仅是一个爱好不会很大,也不会很专业。 欢迎大家一起参与改进。 结果这句话就像引爆了一颗炸弹。 无数级课程序员看到后都兴奋了。 他们纷纷加入一起帮忙写代码修bug加功能。 于是,Linux就这样从一个学生的兴趣爱好, 变成了全世界工程师共同打造的神作。 但问题来了,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写代码,谁来管理? 这就要提到林纳斯托瓦兹在社区中的独特地位。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板,而是被社区尊称为终身仁慈独裁者, Benevolent Dictator for Life,简称BDFL。 他负责审核所有的核心代码,决定哪些修改可以被整合进主线。 这种模式看似专制,但它确保了项目的方向不偏离,代码质量始终保持高水准。 更有趣的是,这种独特的协作模式甚至催生了新的工具。 早期Linux社区使用的版本,控制工具是避免且收费地违背了开源理念。 Linux一怒之下,在短时间内就自己写出了一个全新的版本控制系统,Git。 这个自由高效的版本控制系统,至今被全球程序员广泛采用。 今天Git已经成为全世界程序员的必备工具。 它的诞生就是开源社区,对工具独立性和自由精神追求的最好证明。 这里要强调一个点,Linux和Windows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开源的。 所谓开源就是代码完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下载修改使用。 你想把它装在服务器上可以,你想改成手机系统也行,甚至你只想研究它的代码也是免费的。 这和微软完全相反,Windows的代码是封闭的,只有微软自己能改,别人只能买来用。 而且价格不便宜,软件授权费用一度是微软最大的摇钱树。 也就是说Linux直接打破了微软的游戏规则,它告诉全世界,操作系统也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大家一起写的。 一开始微软还没当回事,因为在90年代,Windows已经逐渐垄断个人电脑市场,而Linux看起来只是极客们的玩具,但很快情况就变了。 为什么呢?因为Linux的开源特性,让它的成长速度非常惊人。 成千上万的程序员每天都在为它添砖加瓦,它的功能和稳定性很快就超过了人们的预期。 尤其是在服务器领域,Linux开始展现威力。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公司老板,要架设一个网站或者数据库, 用Windows服务器,你得掏钱买授权,还得担心微软卡你脖子。 但如果用Linux完全免费,还能根据需求自由修改,这种性价比直接让无数公司转向Linux。 到了2000年前后,Linux已经成为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些互联网巨头几乎都是建立在Linux之上的。 这些公司使用Linux不仅仅是因为它免费,更是因为它稳定安全, 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深度定制。 对于这些规模庞大的服务来说,自由定制的能力至关重要。 可以说,没有Linux,今天的互联网可能根本跑不起来。 更有意思的是,Linux还意外打开了一个新的战场——手机。 2007年苹果推出iPhone彻底改变了手机行业, 谷歌看到后立刻紧张起来决定推出Android。 那Android的底层是什么? 没错,就是基于Linux。 换句话说,你今天手里的安卓手机,实际上就是Linux的一个变种。 Android使用的是Linux内核,Linux Kernel, 但其上层是谷歌自己开发的系统和应用框架, 也就是说它继承了Linux最核心的部分, 但整体上是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 换句话说,你今天手里的安卓手机, 它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最底层的大脑, 其实就是基于Linux的。 这时候微软才发现事情严重了, 本来以为Linux只是小打小闹, 结果它不仅抢了服务器市场, 还通过Android抢走了手机系统市场。 微软曾经梦想让Windows Phone称霸手机, 但在Android的冲击下彻底失败。 所以当我们说Linux挑战微软王座, 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 虽然在个人电脑桌面领域Windows依然强势, 但在服务器、手机、超级计算机, 甚至物联网设备上, Linux已经成了真正的隐形霸主。 今天全世界前500台超级计算机, 大多数都运行Linux系统, 对你没听错,是百分之百。 就连美国NASA的火星探测器也是在用Linux。 例如NASA在部分火星探测任务中, 采用了基于Linux的实时操作系统, RealTimeOS, 充分体现了Linux在关键领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想想看, 一个大学生在宿舍里写下的代码, 竟然能运行在火星上, 这画面是不是很疯狂? 首先要说Linux的发展离不开社区力量, 一般的软件都是公司请一批工程师写, 然后用户花钱买, 可Linux完全不同。 它是全世界工程师自愿合作的成果, 大家白天可能在大公司上班, 晚上下班就写点Linux代码或者修bug, 没有老板催, 也没有工资, 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让系统更强大, 更自由。 这种开源协作的模式在当时非常革命, 它不仅让Linux快速进化, 还培养出了一整套新的软件开发文化, 像Git,Github这种今天大家熟悉的工具和平台, 就是在Linux社区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当然,Linux并不是一帆风顺, 它也面临过很多质疑, 比如有人说, 没有公司支持靠志愿者怎么能做大? 还有人担心, 开源意味着代码公开会不会更不安全, 但现实却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Linux的开源反而让它更安全, 因为成千上万的程序员都在盯着代码, 有漏洞立刻能被发现和修复。 相比之下, 闭源的系统, 漏洞可能要等厂商自己发现修复速度更慢, 另外Linux的灵活性也让它无处不在, 比如说, 在服务器领域它已经是绝对霸主, 在手机领域Android基于它, 在嵌入试设备, 比如路由器, 智能电视, 车载系统, 它同样大展拳脚, 在超级计算机领域更是毫无悬念的第一, 这就好比微软的Windows可能是家庭电脑之王, 但Linux却成了幕后大佬, 几乎掌控了所有关键基础设施, 它的身影无处不在, 甚至出现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比如在游戏领域, Valve公司推出的热门掌机Steam Deck, 它运行的正是基于Linux的SteamOS系统, 这证明Linux不仅能在后台默默无闻, 也能在用户体验要求极高的游戏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在更前沿的航空航天和汽车领域, Linux同样是核心, SpaceX的Falcon 9火箭就使用了基于Linux的操作系统, 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很多车载娱乐系统和自动驾驶系统也都是基于Linux开发的, Linux已经渗透到我们能想象到的最前沿, 最精密的技术中, 虽然Windows依旧在个人电脑市场占据绝对优势, 但在服务器超级计算机和手机市场, Linux已成为无法忽视的领军力量,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提一个有趣的转折点, 微软的态度, 在2000年前后, 微软将Linux视为最大的威胁, 它们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贬低, 甚至还发起了著名的FUD, Fear Uncertainty Doubt运动, 通过散布关于Linux法律风险和安全漏洞的谣言, 试图打击它的普及, 这是一种不择手段的竞争方式, 足以看出微软当时对Linux的忌惮, 正是在那个背景下, 微软前CEO史蒂夫·鲍尔默公开说过, Linux是癌症, 这句话在业界引起了巨大震动, 微软当时把Linux当作最大威胁, 甚至不惜打价格战拼命想挤压它的空间, 但随着时间推移, 现实让微软不得不低头, 为什么? 因为客户用脚投票, 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政府学校都在采用Linux, 尤其是在服务器和云计算领域, 如果微软一味对抗, 反而会被市场抛弃, 于是到了2010年之后, 微软态度来了个大转弯, 从Linux是癌症, 变成了微软爱Linux, 听起来是不是很讽刺? 比如说今天在微软的Azure云平台上, 最常见的虚拟级系统就是Linux, 再比如微软甚至主动把Windows系统和Linux兼容, 推出了Linux系统WSL, 让开发者可以在Windows上直接运行Linux环境, 这就像当年两个死对头, 一个把自己的一部分身体给了对方, 这足以说明Linux的强大影响力, 更夸张的是, 微软还成了Linux基金会的白金会员, 每年交几十万美元的会费, 你想想, 这就像当年宿舍里的大学生写的系统, 最后让全球最强的微软乖乖交钱支持他, 是不是很有戏剧感? 而且Linux的影响力并不止于操作系统, 它还改变了整个软件产业的思维方式, 以前大家觉得软件就是要卖许可证赚钱, 可Linux证明了软件可以免费开源, 但依然能推动商业模式发展, 比如Red Hat, 红帽公司, 靠提供Linux技术支持和企业服务, 做到年营收超过几十亿美元, 甚至被IBM用340亿美元收购, Android靠开源免费快速铺满全球智能手机, 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 无数创业公司和互联网企业正是因为有了免费强大的Linux, 才能降低成本把钱花在真正的创新上, 换句话说,Linux不仅挑战了微软, 还给了整个行业一套新的游戏规则, 再说个更有趣的现实, 你可能每天都在用Linux, 却根本没意识到, 你打开Google搜索它背后是Linux, 你滑开Facebook、Instagram, 他们的服务器跑的也是Linux, 你用Netflix看电影视频流同样依赖Linux, 你甚至打车用Grab点餐用美团, 他们的后台系统都和Linux脱不开关系, 可以说只要你在用互联网, 你就在和Linux打交道, 那微软输了吗?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微软依然牢牢掌控桌面市场, 全球大多数个人电脑还是跑Windows, 但在另一些关键战场, 比如服务器、手机、超级计算机, 微软的确是败下阵来, 这就是Linux的逆袭之路, 从一个大学生的兴趣项目, 到全球基础设施的核心, 从被校逝玩具, 到连微软都不得不合作, 它不仅挑战了微软的王座, 更让整个世界的软件发展方向发生了改变, 最后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一个大学生写的系统怎么能挑战微软? 答案其实很简单, 开源加社区加信念, 林纳斯当年在宿舍里的那段代码, 不只是一个操作系统, 更是一种理念的种子, 它让人们看到在软件驱动的世界里, 协作和开放的力量远超任何一家公司, 它不仅仅是一个操作系统, 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协作模式, 林纳斯的成功也给了无数人希望, 它降低了技术创新的门槛, 一个年轻的创业者, 不再需要投入巨资购买昂贵的服务器软件, 就能搭建起自己的服务, 这正是互联网创业潮能如此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 林纳斯是许多互联网神话背后的无名英雄, 它让人们看到软件不一定非得由巨头掌控, 只要开放共享合作也能创造出伟大的成果, 而这个理念正是林纳斯能走到今天的原因, 所以下次当你用手机刷短视频, 登陆网站或者仰望星空想到火星探测器时, 别忘了, 这些背后都可能有一行来自宿舍开始的林纳斯代码在默默运行, 这就是林纳斯的传奇。 好了,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 别忘了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见!